陈佳穎的告诉我们 佳穎 好了 主播总统马英九来到屏东看灾 第一站就是来到大五营区这里 这里全都是三地门乡的民众 他们以热烈的歌声欢迎总统到 但其实这137位民众 他们全部是在南马都台风的时候 从三地门乡的德文村撤下来的 虽然乡民他们歌声是很欢乐 其实心里都是有苦的 马总统有谈到说 这次屏东撤村还有救灾的工作 算是很不错的 也及时让村民全部都撤下山了 但是德文村民他们其实是抱怨 说山上的这山路真的很烂 而且每逢台风就断 我们来听听看村长怎么向总统反应 希望我们把总统能够给我们帮忙 就是德文村这次屏三十一线 是完全的送断 没有帮忙回家 目前还在公所当中 就是三十一线到德文 那我们新政府是跟我们保证 明天下午五点五点以前 一定要铲风 让我们在后天能够回家 其实听得出来 虽然德文村民在安置中心 这个生活虽然是很安全 但是他们其实最希望的 还是能够赶快回到他们的家园 但除了这个山区这里 其实在屏东的临边加东 还有甚至车城恒春 这次都是非常严重的淹水 甚至有土石流的灾情 稍后马总统就会到恒春 正续直接去勘灾 想必当地受灾的民众 应该会有更多的辛苦 以及不满要向总统反应 这是目前我们掌握最新的情况 把镜头还给